是一個樂天拍 他是一個特別直接的人 就是不會去跟你拐彎抹角 就是他要就是要 他不行他就會直接跟你說不行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我覺得是他點外賣的時候 就是他特別喜歡吃某塊餐 裡面其中一個食物 然後他每次 有段時間他一直重複在點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他那個行為特別跟 我們之前認識到他 那個在舞台上的那種氣場 就不太一樣 特別像一個小孩 我覺得那時候他是特別可愛的 他私下特別黏我們現在 就是會覺得 沒有了以前那種感覺比較高冷的形象 反而到現在就會覺得 他是一個我們身邊特別溫馨的一個朋友 然後時常都會在在乎我們最近在幹嘛 然後最近過我怎麼樣 有段時間很喜歡拿蟲嚇我 因為我很怕蟲 然後他又很愛蟲 他有段時間還讓我陪他去抓蟲 他其實內心特別的像一個 還是一個小孩 對不起我還沒有健身堅持下來 我還是斷斷續續 因為之前就是在裡面就開始健身煞蛋的 他有一段時間也過得不容易 所以希望他往下走的路可以走得更順 然後更開心一點 所以我覺得主要是開心 開心最重要 很感謝他 對我才藝上的認可 對 他那時候就覺得 我是覺得你是那一百個人裡面 唱得最好 好害羞 我自己說那種話出來 他沒有 他就是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很可愛的寶寶 其實我覺得他這一年半長大很多耶 他已經沒有那種小孩的感覺了現在 特別成熟 然後特別沉穩